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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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过去是72亿磅 由72亿磅英镑增加多了23亿磅 即是增加了差不多一半 而英国最大的药厂 国兰数时刻说公司很快就研发更多20种不同的西药 你知道这些西药每一种都会帮助公司每年赚10亿磅 这些药在哪个比呢?很多是纳税人帮助人帮助 纳税人帮助其他人帮助病人帮助 这位Dr.Roses是什么人呢? 原来他是南加州南卡罗莲娜的Duke大学 一位基因的研究人员 他当然也是药厂的受估于药厂 他是一个最近科研的场合 在伦敦举办的科学聚会里面 他就提出这些资料提出这些数据 他说很多类的药物 他说不同的药物 他说很多药物对病人的真正病的功效是多少呢? 他说医疗医疗老人痴呆症病 他说只有3分之1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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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3分之1的病人 是会吃这些老人痴呆症病 这种老人痴呆症病毒有帮助的 而对癌症病毒的病人 就少过4分之1 其实我当时是没有那么多的 和大家再慢慢分享了 这些药物是用来治疗扁头痛 或者是骨质松疏和关节炎的药物 差不多只有一半病人是没有效的 这位科学家说 他说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 他解释为什么起码一半病人是没有效的 他主要是病人 吃药的人本身身体有些基因 而这些基因是会妨碍这些药的功效 为什么他解释不到 就是会妨碍这些药的功效 他说大多数的药 他说百分之九十的药 只是对三十、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五十的人 是有效的 很少 就是多个百分之九十的药 只是对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五十的人有效的 所以他说我不是说药不合格 只不过大部分的药 只是对三十、百分之五十的人有效的 但问题就是这样 药在市场上那么多 但他不是对个人也有效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原来在商界1991年 曾经有一位珠宝商 一个很出名的珠宝商 他名叫Jarred Ragnar 一个很出名的珠宝商 他大多数这些珠宝店 成功的珠宝店 是一些很贵区的珠宝店 是成功的 因为他卖一些 卖一些全部是垃圾 珠宝店的老板自己说 大家都知道 你买过这些首饰的珠宝 是回收价是不值钱的 十分之一都没有的 你可能一万元买回他们 你买回给他 他一千元都不会给你 其实他根本是垃圾 这是另外一个行业 一个老板是这样说的 但是在药厂那方面 这样说出来 当然就是不简单的 这个Dr.Roses 其实应该都是聪明人 但是为什么他会这样说的 是的 原来这位Dr.Roses 原来他有另外一个领域 是我们叫做药物和基因的经济 原来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即是怎样利用身体人体的基因 是应用在药发展的药物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 因为我们将来的药应用 我们是要懂得如何将药 给一些少数的人 有特别的基因的人 起码基因不会令药无效 就是说最好的人 就是要找一些人 可以对某种药物是有效的 当然他的解决方法 就叫人做一些基因的测试 你要看到其实这是一个趋势 我最近也遇到香港有间基因公司 他也是强调他们的做那样东西 其中一个主要的资料 就告诉病人 你用那些药是对你有没有效 即是说不是减少药的生意 只不过是把它针对一点点 但其实也有问题的 你知道卖药的公司 最好就是大众化 个人都可以用 这是一般的药厂的文化 但如果你将药物 局限一个小拙的人 其实对药厂的生意 当然会减少 但大家都知道 作为现在的病人 在我们资讯这么发达的病人里面 很多聪明的病人 都不会这么黄居居的 被人乱吃药的 其实都这么想 当然当他无效的时候 你会怎样 你一定会找其他的方法 相信大部分我们的听众 包括大部分我们的病人 都是因为西药其他方法 医不到 所以才会被逼 被逼之下来采取医疗病 好了 那 他说 Dr.Ross说 其实大部分的医病的过程里面 都是 就是试的 try and earl 撞一下撞一下 撞一下 撞一下都会试的 所以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 很多病人 是会吃很多药的 针头通药有几只 什么病呢 背痛药有几只 为什么呢 很明显是不合理的 是不是 很多只都不合理 试试其他 一只加一只加一只 希望他最后找到他的答案 所以呢 我们暂时都不明白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会有这种情况 发生 那样 那当然 我们希望 最终最终 在那个 在这个新的 叫做 Pharmacogenetics 是那个 药物基因学里面 是希望 可以将这些 不明朗的因素 是 减低它 撇除它 Dr.Roses 他在伦敦的一个 医学会议上面 公布了一些数据 是说 哪些症状 哪些病 是不是 哪些药 对哪些病 是有局限的 是有局限的 他有公布出来的 而这个资料 在2003年12月8日 就在英国的一份 行物叫Independent 那个行物 是公布出来的 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现在的药物的 所谓有效率 Alzheimer 老人痴癌症 只是阿尔 阿尔三母病 其中老人痴癌 那个有效率 是30% 一般的止痛药 是COX2的止痛药 都有80% 酵喘 40% 心率不亏 60% 抑鬱 除了清素的药物 是62% 糖尿 57% 丙型肝炎 47% 湿禁 40% 扁头痛急性 52% 还有扁头痛预防性 50% 还有肿瘤科 25% 我相信不会太多 稍后再解释一下 为何不太多 还有肿瘤膚疾症 50% 还有精神分裂症 是60% 你可以看到 是不是 即是他说 是差不多 少于一半 差不多一半 但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要了解 其实很多时候 在医学上用药 其实他不会说 治愈率 即是不会说 医好多少 他从来没有说 大家都知道 其实没有一个西医 医好任何的病 所以他从来 不会用这个名字 通常他叫做 Response Rate Response Rate 即是有反应的比例 当然反应 对他针对的问题 有改善 但是很多时候 只不过 不是说 你真正的病好了 或者是 症状是减轻了 很多时候 那个是阳性的反应 只要说阳性的反应 其实很多时候 在医癌方面 我们经常都说 有效率 其实很多时候 他不是说 是医好你的比例 他只不过是有反应 但是你知道化疗药的反应 就是有反应 阳性反应 其实是2.3% 5年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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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生存的病人 用化疗药的药 是2.3% 是很低的 我们经常都说 很多是安慰药 安慰药要求 就算人家 什么都用假药 安慰药 假的手术也好 都有30%的效果 这些药 不要说没有效果 是加速你死亡 好 当然 这位Dr.Ross 这位 葛兰素史克的 一位副主席 他就责怪 基因的问题 但你有没有可以想想 另外一个角度去想想 人的基因 会不会 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们 对一些外来的化学物质 是产生的作用 是令到它 加压抑制不到我们的症状 你会留下这个可能性 就是我们经常都很强调 其实很多症状 包括痛 发烧 发炎 其实很多症状 主体是什么来的 是一种身体自己 医治自己的过程 一种机制 就是说 如果你的症状 大部分是压抑制这些症状 对不对 就是 可以说 我们身体的治理过程 的反应 是被它打压了 所以我们身体的基因 其实是在做什么呢 是保护我们 不要被这些化学药 压抑制我们身体的 正常的 条理的反应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可以这样说 现在它所推行的 用基因的检查 是决定 到底病人 是对某种药的 有没有的 帮不帮到呢 其实是很危点的 很愚蠢 对不对 你是不应该走这条路的 因为 就是说 如果你有效 其实你的症状被它打压了 那症状被打压了 那症状被打压了 就是说你自己的治愈的机制 是被它打压了 那最后最后呢 有其他的 一些严重一点的药 会爆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常常都在 自然医疗里面 在我们的自然疗化院里 常常都很强调 其实我们有很多 天然的草药 维他命 矿物盐 其他很多的营养素 最重要是用同类疗化 是真的可以帮助我们 处理很多病 因为我们为什么会有效处理得到呢 因为我们是找到病的根源 那个起因的根源在哪里 不是只是对付症状 没错 多谢袁医生今天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会诊 25773798 可爱的听众也可以用Skype 和iPhone的Facetime 和袁医生网上会诊 打回刚才那个电话 25773798 或者email去csatnaturallhealing.com.hk 如果想找回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l.com 或者去YouTube 搜寻自然疗化与你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袁医生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好 好 好 肉锅二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種不同种类健康食品和 впrinci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